我国独立65年以来 各民族社群一直都相处融洽 这离不开三大因素 包容、团结和感恩 由首相拿都斯里·伊斯迈沙比利 提出的大马一家概念 正是以这三个价值观为支柱 伊斯迈沙比利相信 只要国人坚守这三个原则 无论未来面对什么挑战 国人都能齐心应对 首相伊斯迈沙比利今天在吉兰丹 苏丹莫哈默四世体育场 为大马一家百日愿景巡回展 主持开幕仪式时表示 大马一家的概念 是建立在家庭价值基础之上 就好比如家庭中有一个人遇到困难 其他成员也会感同身受 政府将这个概念贯彻到施政和治理方针中 希望全国上下一心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首相表示全民团结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宽容 唯有怀着一颗包容的心 才能和其他人和平共处 Nilai toleransi ini bukan hanya dalam hidup 但也计划作为大马一家庭 也计划作为大马一家庭 伊斯迈·沙比里承诺 政府将继续通过各项政策 维护人民的福祉和利益 就好像照顾自己的家人一样 此外 政府也会持续贯彻团结精神 为大马带来新气象之余 也让国人能够在多元文化当中 找到共生共荣的相处空间 与此同时 吉兰丹州屋大臣 拿督阿末耶古相信 在首相的领导下 大马一家的理念将能够造福全民 尤其是为丹州子民 带来经济发展和社区繁荣 阿末耶古也指出 十分欢迎首相在吉兰丹举办 大马一家百日愿景巡回活动 通过这项活动 展现联邦政府和丹州政府合作密切 同时也关注丹州人民的需求和发展 吉兰丹大马一家百日愿景巡回展 从7月22号开始为期三天 活动包括职业嘉年华 数码创业展览 销售嘉年华 以及其他相关的政府资讯展览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民众务华